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钟佩军日前有爆出 自己曾经在餐序当中 遭到了宅神朱雪和二度强行游吻 朱雪和当时甚至更说出 反正你明天也不会记得等等的话 结果立刻引爆了政界 还有民间大量的讨论 钟佩军在昨天晚间有说 将会在12号 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10分左右 会在台北市议员议会召开记者会 除了说明遭到诈骗集团 冒名刑骗等等情势之外 也会对于时事的议题进行相关的回应 好 另外还要来关心 这是洪志坤 日前才遭到女导演控诉性骚扰 有对外道歉 11号这一天突然又在脸书 发了一篇忏悔的文章 好 根据媒体报道 近来又有名女子控诉遭到洪性来性骚扰 甚至是直指对方绝对是惯犯 洪志坤呢 原本向查证的媒体驳斥指控 但是没有想到晚间 却又突然发出了一篇忏悔文 是否跟最新的控诉有关联呢 现在也引发各界的讨论了 民进党包含了性骚 还有痴案的事件连环报 调查小组日前公布第一波的结果 时任的妇女部主任徐嘉田 确实是有疏失 好 但是负责督导的时任 副秘书长林非凡 并没有违背党规 各界立刻炮轰了 过去全党都在力挺抄袭的林志坚 但是现在又换成全党 要来抢救包庇性骚的林非凡 民进党大爆性骚仇闻痴案 最初女党公遭性骚 还被前妇女部主任徐嘉田 问为何不跳车 要她练习大叫疏压 民进党公布调查报告 徐嘉田却有疏漏 但当时负责督导的林非凡 却说没违反规定 各界炮轰民进党对林非凡 根本是亲情放下 教授你为什么不跳车 徐嘉田 民进党的所有的人 他是用这种态度来做的时候 他当然认为林非凡处理得宜 民进党就是一个性骚痴案党 在性骚痴案党的党纲第一条 本来就应该放进去 性骚痴案来每一个党员的 基本义务 民进党就是双标党 他一向是双重标准的 怎么叫人家跳车 为什么不叫 为什么到华山草原去大喊 林非凡是负民主党 你是直接监督的 那你知道这个事情 通常好像没事似的 怎么没有责任呢 如果这个没有责任 那所有人都不需要 负什么行政责任 网友狂炮轰 全党挺抄袭 真的不演了 全党就义人这剧本再度上演 更有人讽刺 不护航就不是民进党了 蓝军炮轰 现在政院要提性骚三法 修正案更是讽刺 民进党对于林非凡的处置 真的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性骚三法再怎么修 只要你们全党平义人 还是会有包庇吃案的情形 只是变成民进党 对于性骚处理的遮羞不而已 而之前被报曾在多家媒体任职期间 性骚女同事的国影中心 董事长蓝组卫 文化部一开始没调查 直到蓝组卫宣布辞去 董作一职 国影中心马上有员工跳出来 爆料蓝组卫非常爱碰触女同事 还言语轻浮 文化部才说启动调查 性骚咪兔风潮席卷全台 担当民进党中央带头吃案 甚至说查不了 人民又要如何相信 执政者能保护百姓 接着线红罗李玄台北报道 好 针对林非凡的部分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是侯汉廷的分析 她说光是在性别平等法里头 就有规定 发生性骚扰的相关案件 雇主应该要给予纠正 还要补偿措施 光是从法律层面上来看 林非凡其实已经违法了 这完全就是吃案 民进党天天说要让世界看见台湾 果然看见了最丑陋的民进党 甚至也看见了 当这个MeToo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 还有声音要以大局为重的这种意见 然后来加以打压跟遏制 这是人民所看不起的 那第二呢 目前民进党的处理 也是出一张嘴而已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立委找很多妇女团 也要来开记者会来谴责 然后或者就是见烈欣喜 发现偏蓝硬的人有了 然后就跑去猫哭耗子假慈悲 或者就嘴巴上讲讲我们大局为重 可是实际上 我们看到他们的处理是怎么样的 最新针对许家田 然后还有林非凡的惩处如何呢 说许家田有疏漏 但是林非凡处置得宜 林非凡的角色就是吃案 就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然后他违反了性别平等法 最基本的雇主应该要给予 纠正及补偿措施 他没有这么做 他是违法的 所以以法律的层次 还不要以道德的层次来讲 林非凡就是吃案 就是违法 但民进党竟然说 他处置合宜 到底合宜在哪 这也充分看得出来 民进党一切仍然是以选举作为考量 估计林非凡还是要去参选 对不对 否则的话我们再多提名一个人 这个很复杂 大局为重 所以赖清德嘴巴上讲大局为重 嘴巴上说不要雇大局 但实际上还是在雇大局 否则林非凡为什么不做处理 台湾的MeToo运动如野火燎原 劳动部长许明春已经说了 劳动部对于性骚扰行为是零容忍 本周开始就会针对法令部组的部分展开补墙 并且会跟各个相关部会来做合作 针对申诉制度建立指引 希望让受害者勇于的寻求协助 曾经担任过民众党组织发展部 网络组副组长的钟唐之 好这一回是控诉民众党的发言人 徐千勤当初宣称要声援 他被性骚扰的事件 但是呢结果最后导致他被吃案打压 好对于这个部分呢 徐千勤他也发布了三点声明 来反驳钟唐之的指控 他指出呢钟唐之小姐不断发布文章 指称是我请他不要之前被性骚扰的事情说出来 已经完全的背离事实 他特别强调的是 自己自始至终从来都没有听说钟小姐 最近描述遭到性骚扰的经过 包含在通讯软体当中的对话记录 也都没有提到过 好如果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一定会鼓励他走司法的程序保护自己 因为女性朋友在职场上是需要互相扶持的 这个部分也是他自己一贯的原则 但是呢针对这个风波还要来听一下 是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他的说法了 他说希望能够建立好的职场环境 避免发生类似的事件 同时呢柯文哲他也不断强调 整起事件一定会按照相关的程序来进行 包含空间还有职务分隔开 至于会不会担心流失年轻选民的选票呢 带你一块来听 现在民众党内也爆出这个信骚事件 这个前发言人徐千秦他也自爆 在脸书自爆说 曾经遭到长官信骚扰 主席你了解的状况是怎么样 有事案吗 所以这样啦 最理想是不要发生 发生了就要迅速处理 所以我本来说要建立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职场环境 就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一旦发生我就照一说屁走 所以当时我们有发生就照程序走 另外一个党工是 那个案子他们就进入司法程序 进入司法程序 当然我们还是基于保护当事人 就是说空间上隔开 职务上隔开就不互相隶属 至于走法律程序 那就照法律程序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做太多干擾 党工的事件还有信邵案件 会担心年轻人会不想要 不会啦不会啦 这个海选还是 其实民众党还是年轻人最佳的选择 因为你去其他两党 应该去访问那个陈志轩 看他怎么跟你讲 主席我在这儿 对吧 对吧 对吧